呵呵 超酷的 呵呵 电钻一响 黄金万两 大家好 我是安州公小米 今天装个高级户 一万多的花杂 好东西 包装都是里三层 外三层 刚花玻璃面板 这可得小心 碰坏了赔不起 这个混合器是要打孔 固定在墙上的 这是混合器 两边的堵盖 装丝盖 这是两个虫童的曲脚 这个应该是带单向阀的 这个曲脚很重 可见用料很足 膨胀管全部都是惠鱼的 安装前先看一下说明书 这些进口的产品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明书把安装 标的特别清楚 左边的热水管有点歪 不过可以活动 这还好 右边的动不了 观看施工图子 曲脚安装的深度是有严格要求的 图上的这个标记 就是标记曲脚要预留的长度 从曲脚的前端到靠墙的距离 就是这一段 上面标的是38 正负是2 单位是毫米 根据图子的要求 我们先量一下大概的位置 要滤流的总长度 这个曲脚的四口呢 是比较长的 根据我们实际的需求 可以进行一个裁切 在拧曲脚的时候 发现这个水管竟然是活的 可以拉出来 调实曲脚呢 我们可以先把它拧到底 然后我们再退一圈 先点着墙测量一下这个曲脚的总长度 用总长度呢 解掉我们刚才图子上标的那个尺寸 53再解掉一个38 算出来的结果就是我们要裁切掉的部分 15 15 切开了才发现这个曲脚的厚度是真厚呀 归不得我刚才切的时候那么费劲 老话说的好 一分钱一分货 如果能带一个进口的生料袋 那就更好了 我也感受感受 有什么区别 安装这种花撒 可能是我们安装普通花撒的两到三倍的时间 各个环节 各个细节都要把控到位 这个是厂家带的 曲脚距离定位器 用这个来确定它的距离 再加一个水平尺 把它给调水平了 由于热水管是个活的 这个其实相对也好调 把左边的水管呢 要往低降一点 里面是有水泥的 把这个水泥给它剔一剔 这个活动的空间就更大一些 左边水管的位置呢 要秤点东西 先把它秤平 这样高低距离 平整度 就全部都调好了 和混合器 连接之前呢 在密封圈的位置 来点凡40 这个应该是凡40 热水管的曲脚呢 已经被我用木仙子 现在全部给固定死了 现在先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进得去 安装类似这种的话 其实对水管的要求特别高 废了进不去 可能我木仙子 刚才打的有点变形了 还得重新处理一下 打木仙子的好处呢 就是为了固定这个水管 稳定它 不让它来回这跑 这一次可以了 推进去了 推到位最好的效果呢 就是混合器 可以和墙面齐平 固定这个混合器呢 是要打孔固定的 我是画的对角 打两个孔 看一下这个螺丝 上这个螺丝应该怎么拧 两颗螺丝 两个螺丝上面呢 各带一个螺母 我们可以利用这两个螺母 两个螺母 叫死在丝杆上 然后这样就可以用扳手 或者用套筒 把这个丝杆拧紧 然后我们再把螺母拆掉 另外一边呢 也是同样的方法 为了效率高 直接上套筒 直接上套筒 螺丝拧紧之前呢 用水平尺 再进行一个二次挑拼 这样螺丝就可以锁死了 最后把两边的装饰盖扣好 在混合器的下面呢 有两个顶式 这两个顶式呢 是固定曲角的 和曲角固定在一起 接下来安装立杆 立杆的正面呢 也是钢化玻璃的 这个拿取也要小心注意 确定位置呢 用水平尺 或者用尺子测量 精准定位 固定立杆呢 在上端是有两个螺丝孔 固定这个立杆 厂家配置的是 6公分长的膨胀管 不锈钢的螺丝 这螺丝拧上得有多紧 这是七字形立杆的另一部分 它们俩是组合在一起的 组合之前呢 里面有一个包装 带着这个接头 有两个密封圈 是对插的 固定的方式呢 是上面有两个六角螺丝 把这个螺临紧就可以了 接下来就是固定大碰头 小碰头 这些就相对简单多了 小碰头的位置呢 是可以上下随意调节的 装完之后 如果能撕一下水就好了 刚好这个地方没有水 死不了水 这个卫生间 这个卫生间 还有一个同牌子的智能马桶 然后在楼上 还有一个一模一样的花灑 还有一个普通的马桶 也是这个牌子的 这边箱子里面是一些刮件 还有水龙头 还有脚筏 这脚筏估计一百块钱都买不来 楼上这个卫生间大件的话 是一个马桶 一个花沙 这个花沙也装好了 就剩最后一个马桶 这个马桶的右面是真的好 摸起来的手感是既细腻又光滑 他才以为了 你